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很高兴又回到Grace Bible Church 和你们分享 过去好几个月没有变 也知道你们英文部已经开始慢慢重开 但愿希望能够尽快的 有一天我们所有教会都能够重开 我也是代表DCCC向你们问安 希望我们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感染到COVID-19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题目 记载在针言第30章24到28节 我讲的题目就是四样小物 其实这就是四样很小的动物 或者是一些昆虫 针言叫我们从它们里面学习 第三十章第24节是这样讲的 地上有四样小物 却甚聪明 却甚聪明 螞蟻是无力之旅 却在夏天预备粮食 沙番是软弱之旅 却在盆石中造房 蝗蟲没有君王 却分队而出 手工用爪爪爪 却住在皇宫 我记得最近这一两年 我相信在2019年和2020年 对于我们在香港来的弟兄姊妹 都很大的感触 尤其是2019年有送中的条例 以至到里面有一些动乱发生 亦都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在香港 然后到了2020年之后 不但只美国和中国 又有这个trade war 又有现在的疫症 不但疫症 我们加州有更多一些问题 又有比如这个火灾 前一段时间的火灾 也都烧了很多地方 在我们加州 不但只 后来Oregon 和Washington 都同样有这个火灾 然后因为中美的局势 非常之紧张 也都南海那里 有可能有战争 很多人很担心 可能会有战争 正正好像当我们看 《马太福音》第24章的时候 他说到末后的日子 以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亦都有很多假先知的出现 亦都有很多的动乱 亦都这些动乱到一个地步 危险到一个地步 神要缩减他的日子 如果你看回《马太福音》第24章 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真的 看一看我这个slide的时候 你看到他这里 讲到有很多的战争 香港的动乱 前一阵子有美国的Black Lives Matter 还有泰国的要求民主 然后这里有讲到End Times 你看到现在我们 好像在《马太福音》主耶稣所说的日子里面 我们就入了这个抹后的日子里面 我们要面对很多的动乱 至少你现在也知道 我们的COVID-19 一直都和我们死前住 我们以为欧洲的情况开始很转了 现在最近又有一次的发生 又一次的要封城 甚至很多国家都要封闭他们的空间 现在美国又疫情又在加州又开始变得严重了 除了我们Yolo County 比较好一些 现在譬如Sacquamanto 或者其他的County 都由Red 转去Purple 再加上现在最近我们有什么 有这个美国的大选 大家共和和和民主两党都争持不下 有很多你看新闻 很多无论在美国或者香港 都访问一些人 他们都要预备一些食物 甚至有些人走去那些枪械店 就买枪械 好像变了突然间 我们本来是一个很和平的国家 很好的一个很民主的国家 现在竟然到一个地步有天灾人和 然后前一阵子又有很多蝗虫 从东非一直到印度 那里说的是几百亿的蝗虫 所以你看见我们主耶稣的日子都近了 看到主耶稣的日子都近了 但是呢 他在一个的《马太福音》第25章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当我讲这四样动物的时候 如果你留意圣经的时候 当圣经会讲一个困难的时候 一个艰难的日子的时候 他的上文或者他的下理 往往都给了一些解药 或者一些解药 给我们 如何面对这些困局 比如好像《马太福音》第24章 讲到这个末后的日子的时候 他讲到民要攻打民国 要攻打国的时候 你也都看到他25章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解药我们 他给了什么解药 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说 第一到十三节 他说你们要警醒 你们也要准备好你自己 他讲到那十个同女 来到劝勉 有五个同女 就是警醒和预备 大家有五个就懒惰 最后那个新郎来到的时候 那五个懒惰的就被运了出去 所以他首先主耶稣劝勉 你们作为一个 在一个末后的日子里面 在一个艰难的日子里面的时候 我们作为基督徒 首先要怎么做 我们要警醒和预备我们自己 然后第十四到三十节 就讲到有一个王 他就要离开那个地方 或者一个原主 他就给了五千 三千 一千给不同的人 那这里给了不同的五千三千 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 这里是说 按我们的财干 来给我们一些的恩赐 但其实如果你去看以前 那些犹太人的解经 有一本书讲得很好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就是这个The Parables Jewish Tradition and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是By Black Young 那他是一个Messianic Jews 那他就讲到 在第八十一页那里 他里面讲到 其实这一个的Parable 就是说到五千三千一千 他就不是讲到恩赐 他通常他说 如果去分耶稣那个时代 一讲起一个王 离开了一个地方 将那些事情交给一些人的时候 其实这里是讲的 我们基督徒和神的关系 或者当时是讲到 他们的子民和神的关系 是讲到我们是要爱神 但今天因为我最主要 不是讲一段的经文 所以我就没办法跟你讲 所以你看到五千三千两 那些人一拿到 就卡卡去做 想都不用想 他就赚就赚分五千 又赚分三千 所以你体会到 他讲的动作是表现出 他是爱神 神一叫他做 他愿意去做 所以你看到第一 我们要反省 就是要警醒 要预备 第二 我们和神的关系 要我们去反省 第三 第31节 46节 讲到我们 怎样要关怀我们的弟兄姊妹 你做在一个最小的 就正于做在我身上 所以他当在末后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要警醒 准备 要爱神 和要爱我们的弟兄姊妹 以至到我们成为一体 能够可以面对我们的大争战 这个末后的日子 比如你看到提摩太后书三章 都是 你看到第一至九节 是讲到当时他说 末世的日子是什么 那些人只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狂傲 旁独 唯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胜结 还有讲到里面 那些人其实就是 很自高自大 要爱宴乐不爱神 在末后的日子的人 是彼此出卖的 你往往就会很失望 但他对比在 第十到第十七节 他勸勉提摩太 帮你面对到这些问题 当你今天几乎面对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 他就教导提摩太 是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 你的品行、志向 信心、欢容、爱心、忍耐 对比在上面这些人 是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狂傲、傍獨 是成为一个对比 弟兄姊妹 跟着他也教我 跟提摩太说 你但你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 要传在心里面 因为你知道你是从哪一个学的 第一 你是从保罗 第二 也都从他的祖母 Lois 和他的妈妈 Eunas 里面学习的 并且他也都说 你从小是明白圣经 圣经是神所的默示 于教训、督宅、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义是有益的 他说你要 叫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原被行各样的善事 对比在这里 只顾自己一切所行恶的 你看到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终究不良明白真道 他们只是行恶的 对比十到十七次是一个良方 是一个解药 所以你看到圣经很多时候 讲到很大的问题的时候 往往有他的解药放在这里 但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 确实就没有看漏了 好像这两章 这两次讲的是一个新药 但如果你看一看旧药都有 讲到《文数记》第十三章的时候 讲到摩西差遣那十二个探子 去加南那里规探的时候 你看到 你要记住 这个就不是 如果你看《文数记》 好像是叫神派那些探子 但实际上是那些文要求 他们这样做的 你看看《生命记》第一章二十二字就知道 其实不是神的心意 是乃是他们 既然神都给了这块流赖 语物是我们知道的 摩西 那我们好不要派人去那里规探那块地呢 但是摩西 神都看到你们既然要这样做 所以他也批准了他 但最后他们看到那些人 他说 然而住在那地 他知道那块是一块流赖语物之地 你看到第十七节 但他说 然而那住在那些地的人很强悍 亦有很多不同种族的人住在那里 所以这个时候见到契纳 就很稀奇说 他说我们纳克上去得那地 因为他看到那些人开始慢慢软弱 但其实在他们未软弱之先 神一早就知道 为什么他曾知道 你记不记得第十六节他怎么说 他说 他就是摩西所打法规探那地之人的名字 摩西就称暖的儿子 何欺亚为药书亚 所以你看到的时候 他们未去之先 神已经给了解约他们 知道他们会害怕 看到那些人 好像今天我们的中国人 可能比较香港人比较少一些 对比较打篮球的那些运动员 个个都六七尺这么高 而且个个一块块肌肉 你拿着我又像我那些牧师 又有肚腩又有成点和别人打 手瓜又不是起子 根本没得打 所以但是神说不用怕 为什么他一早给了解约我们 解约在哪里 就是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他给了解约给我们 就是摩西所打法的人 神将他改名 叫做什么 改了药书亚的名字 从何欺亚改成药书 如果大家知道在旧约和新约里 改名是非常之重要的 比如在旧约里有阿伯拉罕 有亚国 比如新约有彼得改名 神改了他的名字 也有素罗改了叫保罗 所以他在那时候已经一早改了 叫摩西改了药书亚的名字 原本他的名字叫荷希亚 后来改了药书亚 荷希亚的意思原本是指拯救的 然后他改了他做药书亚 就是他remind那些 他们那班的子民 记住药书亚的意思是叫做 耶和华的拯救 由拯救改成耶和华的拯救 就是remind他们 叫他们 你不要担心 你看到那些人不要怕 因为这个是 神 我耶和华是你们的拯救 叫你们不要害怕 但是可惜最后他们都是因为胆怯 所以你其实看到他们在很多的 遇到这些重大的事情 遇到这些末后的日子的时候 圣经在前后都给了很多的解约 或者一些答案给当时那些 去过那班的子民 或者那班的基督徒 只是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 然后失败了 但是好像今天同样 三十章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看那些 就知道有三十章 是列了六组 由四件事的物组成的话 第一是第十一到第十四 是讲到四个邪恶的世代 十五到十六 是讲到四种不能满足的事物 第十八到第十九 是四件不可测度的事物 二十一到二十三 都是四件不能容忍的事物 这些都是比较negative的 比较邪恶的世代的时候 那解约在哪里 解约就是这个 三十章的二十四到二十八节 和二十九至三十一节 而二十四到二十八节 就是讲到这个的 蚂蚁、沙蚂、蝗蟲和手工 而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就是讲到狮子、猎犬和山羊 还有一个讲到君王 但是我今天只能跟你讲 这四种弱小的动物 那看看神 今天在我们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 我们面对着现在的动荡不安的时期 面对着瘟疫侵害的时期 神究竟值着什么说话 教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教导我们属神的子民 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就学这个的蚂蚁 如果在这个的 其实我蚂蚁这些 都是全部在那个网子 那个wiki那里找出来的 那我就将它那些 那些重点就列了一个point 就告诉你 那首先它说到 就是蚂蚁的阶级可以粗分为有 有蚂蚁 有蚂蚁 有兵蚁 有工作的那些 那我首先就讲一讲 蚂蚁是做什么的呢 蚂蚁是负责繁殖他的后代 但是呢 虽然称为蚂蚁 但是他就不可以将 就是我们人类那种 以为他是蚂蚁 那他当然是他说了事 在他们当时就没有这些 就是他们是一个很合群的 一个团队来的 而蚂蚁就负责繁殖 产蚁和生殖的后代 亦都蚁后不是孔治那些蚁群的 而每一个蚁都有自己的工作 譬如有什么工作呢 譬如虹蚁就是负责交配 交配了之后 他就会死的了 而蚁蚁就是很特别的 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 他就负责清理 负责做清洁的工作 以及打掃环境 打理巢月 如果再大一点的话 他们就是出去觅食的 负责 出去觅食的 而冰蚁的功能 就不是单单防御敌人的 冰蚁同样负责粉碎 其他一些硬的食物 蚂蚁也很特别 它可以透过分泌的激素 它可以闻到大家的气味 以至到它能够找到食物的源头 而且也藉着它们的气味 成虫互相交付 并通过它的气味 知道它们的蚂蚁健不健康 知道那些不同的蚂蚁究竟是哪一个阶级 究竟是冰蚁、工蚁 还是只是蚁后 还是还有其他不同种类的蚁群 所以你看到它们是很合群的 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功课 从蚂蚁里面 第一 它没有分阶级 蚂蚁的蚁后不会说 我是蚁后 所以你要听我猜蜆 我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要完全的纯服我 但是反而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往往因为我们成为了执事 或者是长老 或者是牧师的时候 以为自己拥有一个权利的时候 可以管很多的弟兄姊妹 我怎样就怎样 但是你知道圣经教导我们不是这样 同样在这个时候蚁后也不是 而且你也能体会得到 譬如红蚁它是负责交配 交配了原不久之后它就死了 它的工作是为了繁殖下一代 而那些工艺是负责清理的 负责打掃的 清洁的 而兵艺就同样是防御 和咬碎一些的食物 你看到好像圣经所教导 我们的国案奇迹 每一个弟兄子母都有不同的身份 有些可能是有领导的恩赐 去负责可能是做Dekens 或者做团长 有些可能是做探访很有恩赐 很懂得去关怀弟兄姊妹 那他就做一些关怀的工作 有些可能负责电脑各方面的 或者影音很好 就负责在影音各方面 国安奇迹 互相的配搭 它里面没有分阶级 没有分下我是Dekens 你就要听我说 或者我是牧师 你就要听我说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今天 教会很多时候分裂 就是因为这个权力的斗争 但你看到蚂蚁是非常合群的 一会儿你就会看到 甚至我记得看到一些网页 说到一些蚂蚁 除了有一个Point A 去到Point B的时候 他们是用一些蚂蚁 一个搭一个搭成一道桥 让其他蚂蚁 可以在其他蚂蚁身上走过去 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都是 如果倒转我们人就不行了 为什么我不是做走上去的 反而我要做下面 站住让你走的那个 个个都想做走上面的那个 然后又争讨一番 但是蚂蚁没有这样的 它们搭成一道桥 然后让其他蚂蚁 可以在这道桥上面 由Point A 到Point B 所以你看到它们是非常合一的 其实我们今天面对 这个挑战的时候 岂不是我们都要是一个很合一的吗 而且蚂蚁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为到它冬天来预备粮食 它知道它冬天一来的时候 冬天一来的时候 它们就会死的了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弟兄 说到他去英国读书的时候 他家里因为开着暖气 所以在里面有一次 食物可能掉了出来 还有在垃圾袋里有了一些积 以至到来了很多的蚂蚁 在食物袋里面找食物 后来它就扎起了一袋 然后就拿出去垃圾桶等 因为外面就有落雪 当它一拿出去的时候 看到那些蚂蚁 在垃圾袋一只一只 就掉下去就死了 所以它知道 它知道这个时机来的时候 如果它不好好准备 不好好准备在夏天积聚糧食的时候 冬天它们一定全部都会死掉 但兄姊妹同样今天也是 记得马大福音第二十五章 那十个童女 主耶稣教导我们 你们要警醒准备 今天的日子已经越来越黑暗 世代越来越邪恶的时候 亦都看到很多天灾人和瘟疫 好像我们末后的时候 启示录所说的灾难越来越多的时候 但今天可能我们是因为COVID-19的时候 变得越来越反而越来越怠慢 有很多可能在工作的时候 现在多好 天天在家能够可以做工作 又不用回去公司 也不知道多好 做一点点东西 点击一点 有时E-mail看到有人来的时候 点击一个E-mail 就当在做事 反而训练了一帮越来越懒的员工 甚至我们基督徒越来越疏懒 我们又不用回去教会 到时有Live崇拜的时候 可能甚至摊在床上崇拜 一气听 或者一气听一气做其他事情 要弄一下小孩 弄一下那样 甚至有时不要紧 不要听着 一会哭才听分 但是我们要学习从蚂蚁里面 我们要警醒 知道这个黑暗的日子 越来越近的时候 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粮食 我们要准备好 当我们好像主耶稣来到的时候 即快来的时候 那个日子黑暗的时候 怎么样 我们如果有警醒 有准备的时候 能够有爱神的心 有爱弟兄姊妹的心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 我们能够站立得稳 所以在蚂蚁里面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 而且每一种的蚂蚁 都各按其职 它们不是欠的 而且还有一样很重要 就是它们能够 从它们的分泌 那些 chemical的时候 知道那些蚁究竟 是否健康 弟兄姊妹在我们 COVID-19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很留意 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 没有回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留意到 我们弟兄姊妹 在熟灵生命上面 那种健康正不健康呢 我们有没有打电话 去关怀他们呢 或者有一些是 是独居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打电话 去关怀他们的灵命呢 或者他们连长呢 有没有需要 我们帮他们买一些食物呢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但是蚂蚁 它们能够可以 从这些分泌物里面 知道对方健不健康的 弟兄姊妹今天同样 我们都是有需要 了解我们 在家里面的 那些弟兄姊妹 有没有需要的 所以我希望 从蚂蚁里面 学会我们这样 面对这个逆境 好 接着下一个动物呢 就是说到这个沙藩 这个沙藩呢 它就是居住在 非洲 和中东的一带 它们很喜欢在一些 在热带的地方里面生活的 反而在冬的地方 它们不适合的 所以 它们通常 最居于在中东 和非洲一带 但是沙藩呢 就很软弱的 你看到 下面图的一只动物 就是沙藩 你看到它 哎呀好Q 有时候的姐妹看到 哎呀真是好Q 如果能够养分一只 就好了 但是其实沙藩呢 就很软弱的 你如果见到 第一 第一 沙藩又跑不快的 又跳不高的 它前脚呢 又没有爪啊 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有动物 尝尝它 可以爪伤它 让它害怕 后脚又没有很硬的蹄 嘴里呢 也都没有很利的牙 就是你咬又咬不行 就是有时候 你见到 有些动物很利的牙 咬它都痛的 是不是 但是你见到它牙齿 也都很软弱的 它吃一些乱草 都要咀嚼很久 才能够可以吃下去 所以它们就算是 暴雨里之中 最没有抵抗能力的 一种动物 但是它被野狼 山丝 或者炮 就很容易吃掉了 甚至有些鹰 它都可以一来 它就被吃了 但是呢 沙番的智慧是在于什么呢 沙番的智慧是在于它们 它们知道自己软弱 它们愿意 它们住在一个岩石里面 它们知道它们的保护 就是那些岩石 所以你见到它们 这里就讲到一些沙番的背景 很多时候 沙番呢 在白天上面 它就晒太阳 亡昏才会去觅食 它一般呢 就是 一般的动物 就很怕热 但是沙番呢 就很喜欢热 你不要看见它 肥嘟嘟 但是呢 它就是 体温无法肯定的 所以呢 它很需要太阳去晒它 而且很喜欢躲在岩石 因为岩石 很容易晒 就热 所以呢 它是很喜欢热的动物 但是沙番呢 它很重要就是 它没有一样东西 它生活在那些岩崖的峭壁上面 所以那些狼啊 炮啊 或者什么的山屍 很难捉到它 它有一些的 就是它有一些 它有自己的方法 它后脚有一些方法 可以让它在那些岩崖峭那里 走来走去 也都不会被跌 不会跌落的沙岩崖那里会死的 所以 因为它懂得用这个岩石 来撞它们的屏障的时候 所以当它有一些天敌来的时候 它可以懂得躲在那些盆石里面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从沙番里面 学到一样重要的功课呢 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常常背一句 金句 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们的帮助还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我们当主眼仰望耶稣 原来当我们面对这个疫情 面对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 我们其中一样很重要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 究竟我们的保障是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神 其实人类都很软弱的 你想想 你跑又不够那些 连一只猫都跑得快 有时甚至你捉老鼠 老鼠都跑得快 甚至绿各方面 我们又不大力 又没有很大的力 可以和那些大象 狮子老虎搏斗 我们没有的 我们都很软弱 我们有没有利爪 牙齿又没有很尖 可以攻击神 因为神切了一个脑袋 让我们认识神 让我们有智慧 去认识这个神 知道我们原来 在这么软弱的时候 我们能够靠着神 成为我们的宝类 所以第二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帮助从哪里而来 就是从我们的保障里面 我们的耶和华神而来 接着就是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蝗虫 圣经很多时候都提到 大家都看到我的图 有一些蝗虫 很多时候在旧药里面 神都用得着这个蝗虫 来懲罚他的百姓 成为一个管教的工具 甚至用来懲罚一些外邦 当那些外邦攻击神的子民的时候 神是借着这些蝗虫 去懲罚他们 因为你知道蝗虫 是没有首领的 它们也不会很有攻击力的 你想想试问 如果你看到有十多二十只蝗虫 你不会怕它 你可以去拍死它 也可以 倒死它 但是蝗虫很奇怪 虽然它们没有分 蝗虫有一个蝗 好像蚂蚁 那样分开 有兵蚁 有公蚁 有红蚁 然后又有皇后 又有一些工作 它没有这些事情 但是它每一次出动的时候 它们是很合群的 是成千上万 甚至过亿的 来一起去到一个地方 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说一百多十只 或者一千多百只 所以对人就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很容易就撲灭到它 但是问题就是 当它们合一起来的时候 说成千上万 甚至过亿的时候 我们成为了很多时候 以前你读古中国历史的时候 都讲了很多的黄祸 一来到的时候 本来很丰收 谁知道蝗蟲一来的时候 过了一阵 景到整天都昏暗了 然后过了之后 那些所有东西就被它吃光了 它们是很合群的 弟兄姊妹同样 今天 我们面对着我们的疫情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个合一呢 正如很多时候 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时候 在《异法所书》 讲到我们要合一呢 就是好像我们现在 我们DCCC 我们过去这几年 我们的主题 都讲到我们弟兄姊妹要合一的 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一套 不是一个one man band 可能今天神给了很多的恩赐 但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往往 我们有了这个恩赐 很多事情 我们就很不合群 以为我们就好像 昔日 美国很出名的电影 Rambo所讲 一个人 就能够打低所有的敌人 但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可能 很多时候 神要我们 我们要合一 当我们合一的时候 就好像一根圣子 我们很容易整断 但如果我们扭上三根圣子 的话 我们就很困难 将它整断 所以神 我们很多时候 为什么 当我们面对这个逆境的时候 就正如这个 《马太福音》的时候 去那里第三个比喻 二十五章的时候 你们要同样的 除了爱神的时候 同样的 你要 关顾其他的弟兄姊妹 当他有软弱的时候 你要扶起他 那些小子的时候 你给一杯凉水的时候 再做起我身上 所以 主耶稣 有时也都教导我们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在这里说 主耶稣曾教训门徒说 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位 主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 只是你们中间不可 要由神来管理我们 而且我们要合群 要彼此照顾 彼此帮助 彼此帮助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不要相争 所以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 如果 我们要学会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合日 要Unity 我们要彼此合日 所以如果从蚂蚁的时候 我们要有好像蚂蚁的智慧 我们要警醒准备 我们要各案其职互相的配搭 要知道弟兄姊妹的需要 第二 我们从这个沙蚁 要知道我们的依靠是哪一个 我们的帮助是从哪里而来 第三 就是 说到头那两节的时候 是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 在第三种这种蚂蚁的时候 就教导我们什么 教导我们要合一 教导我们要合一 彼此的关顾 最后就说到这个手工 手工就是现在的四脚蛇 或者我们的蜥蚁 他曾经说到 美国国防部 曾根据这个迫苦 铺蛇蚁的特性 研发了一种很厉害的武器 能够可以 给现在的人在城市里面作战 这项技术 执行铺蛇 不需要再用城市来做辅助的工具 这些可能是类似 有时候你看一些 Mission Impossible 那些 说到在大厦那里 那些人拿着四个东西 可以吸着玻璃 慢慢地爬上去 不需要像以前 要在屋顶 弄一条很长的绳 然后油绳 这样下去 现在又用了那些 吸着 一步一步 爬上去 那些 其实你看到 这个蜥蜴也是很软弱 他也没有很厉害的爪 或者很厉害的口 或者很厉害的武器 来攻击 但是你看到蜥蜴 正如他所说 在皇宫里面 可以任意而行 在一个 景为这么深延的地方 他也可以任意而行 传赖什么 传赖一个恩典 神给他的恩典是什么 就是以四只的掌 都有一个铺 而一个铺 可以贴着那些墙 爬得很快 甚至你们以前见过的蜥蜴 一直爬到屋顶 这样 就是反过来 一直爬到周围 爬都可以 它不会跌下来 是吧 因为神被创造他的时候 就给了一个 很独特的东西 就是他有一个铺 以至可以贴在墙上 任意而行 反而我们很多时候 就捉不到 我们人不行 你试试 你可不可以走上那墙 你不行 但是蜥蜴 可以一直走上那墙 都可以 所以你看到 我们从这里 可以学到很多功课 所以你在这里学到 第一 圣经那里说到 蚂蚁是什么 是无力之类 能力十分有限 但是在它里面 学到一种 合一 它们彼此互相的配搭 能够工艺 有负责 就是照顾 蚂蚁 幼虫 还有 慢慢长大 就负责去 找食物 是吧 有一些 兵艺 就负责保护它的 魏巢 而 红艺 和 艺后 就负责生养 而且它有智慧 在针言三十章二十五 那里说到 夏天他们预备粮食 夏天是收获的季节 它知道 因为夏天要聚脸食物 冬天一来到的时候 它们就不需要担心 如果不是冬天的时候 它就会死 同样 蚂蚁很殷勤 在针言六章六到八节 懒惰的人 你去拆开蚂蚁的动作 就可以得智慧 蚂蚁没有元帅 没有官长 没有君王 尚且在夏天里面预备食物 不会准备冬天的 你不会见到蚂蚁有空 像我们这样的 先享受一下 先休息一下 先享受一下 先享受一下 好像今天我们同样 面对这个疫症的时候 我记得今天 昨天我们 昨天我们有一个会开 有一个姐妹分享到 她说觉得这个COVID-19 好像一个西一样 在西一些东西 有时候我也会有些担心 当有一天 当这个教会能够全面重开的时候 究竟我们失去了多少弟兄姊妹 会不会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 因为这个缘故 她会不再回教会 或者有些根基未找的时候 她们会怎样呢 同样我们在一个艰难的日子里面 我们有没有学习到 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 有智慧知道 现在我们究竟在什么阶段 我们有没有恩勤去做神的工作 只是我们现在借这个COVID 以至到我们可以冷洋洋的 享受世界 又可以在家上班 变得越来越懒散 弟兄姊妹 今天我相信这个COVID-19 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景色 去再检视一下我们自己 今天的熟灵生命 还有检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 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 我们是否需要打个电话 去关心她 好像蚂蚁 从那些分泌里面 可以知道其他蚂蚁健不健康 在熟灵上面健不健康呢 弟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打个电话 去了解她们的需要呢 这些是我们从蚂蚁里面学到的功课 在沙藩里面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 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呢 而知道沙藩是什么 去认识到真正的依靠 就好像今天我们面对到COVID-19 我们一向以为人很聪明 很有智慧 但是你看看今天一次COVID-19 我们死了差不多一百万人 有很多人一来到的时候很快 因为这个缘故很快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其实我们人类是不堪一击的 我们有没有了解到我们的软弱呢 或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在熟灵上面很刚强的 但是当遇到一些疫境的时候 可能染了一些疫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人离世的时候 我们开始变得越来越害怕 很多时候我们讲信心 就讲到天下无敌的 但是当疫症一来 我们就无能为力的 你试想一下是不是 很多时候当疫境来到的时候 可能你在这个崇拜里面 在主日学平时大茶经 你讲到我们要靠有信心 我们要有信心 但是当疫情一来到的时候 不要了 我不敢出去 回教会不要了 很危险的 我都是什么都不够 我不是叫大家 你凭着信心 你什么都可以做 口罩又不用戴 周围去吃都没问题 我们仍然要保护我们自己 但我们不是要害怕到一个地步 以至到我们是天天都不出家 天天都在这儿害怕 我们是知道我们的屏障 在哪里是我们的神 包括有很多时候 我都出去要买食物的 有时候我们都要回来 教会录音的 我们都要回来 教会工作的 那我们唯有 就做好自己的准备 而其他的事情 我们是否感染到这个疫症 我们真的要把这个信心交分给神 知道我每天都为到我的小朋友来祷告 他们现在在Woodland Christian那里读书 他们八月就已经开分货了 还是in-person的 他们全部都是in-person的 所以他们不是在家上货的 我都要为到他们祷告 希望他们能够健康 包括很多时候我的太太 她出去要买食物 很多时候我要上班 她要回来教会 我都是求神保护我们 所以我都很感谢主 他们都没有病过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认定我们的 依靠在这个危难里面 就试到我们的信心了 然后就王虫 懂得合群的力量 若语书一章十一字 王虫没有君王却步伐一致 同心合意 好像军队一样的成群 这样出去 你看到很少王虫 就是几十只这样来出的 一出去就整群这样涌出来 所以知道他们因为 全部合埋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 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 所以他说 但他们就好像军队一样 虽然他们没有组织 但他们像军队一样 自动的积极的自觉 全部成群这样出去 成为世界上很有力量 无可匹敌的 所以王虫的智慧 就是一个合群的真理 同样今天我们也是有一个合群的真理 我们成为一个每一同的肢体的时候 我们怎样有一个合一的心 去面对今天我们的一个时代 我们这个动乱的时代 然后手工呢 就是要靠什么呢 它的吸盘 所以这里属灵的功课就是什么 靠恩典生活 我记得Grace Bible Church 是恩典的教会 是靠恩典的 同样今天我们每一天的 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也是靠神给我们的恩典 神给了一个很大的恩典给我们 今天在我们做基督徒里面 给了一个很大的恩典给我们 既然这个的蜥蜴 神给了一个很大的恩典 就是那四只手 四只脚的时候 能够可以黏住那些牆 可以走的时候 走得很快也好 甚至我们现在的科学 学习他们这样 弄了那些吸盘一样 但我们不会像蜥蜴 这样爬得那么快的 你看到那些看器的时候 都是慢慢慢慢地 要吸紧才可以走的 但你看到蜥蜴不是的 它爬得很快的 它不是像我们人一步一步走的 它可以爬得很快的 但又不会跌下来的 所以你看到 就是靠神的恩典来生活 同样今天我们的恩典 神给了一个很大的恩典给我们 是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神已经 圣灵已经耐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圣灵 圣灵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 那我们怎样靠圣灵的生活 我最后会说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结论 从这个学到四样的功课 第一就是什么 从蚂蚁里面 我们了解时候的价值 今天我们看到COVID-19 看到这些火灾 看到这些瘟疫 看到这些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力 最近看到很多的国家 包括泰国 包括中东 包括亚洲 包括美国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民要攻打民 正如我们现在都是 在美国的时候 红和蓝的很多的争拗 究竟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都有很多的争拗 有时甚至在教会里面 有提起一些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一些的争拗 所以你看到 在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了解 有没有 这个圣灵给了智慧 我们了解到 我们现在的时候 越来越近 你看到很多不法的事 越来越争多 看到这些天灾人和 越来越争多 以至到我们开始 好像那十个同女一样 好像那五个同女 要警醒等候 从沙藩上面 我们有没有知道 岩石是他们的依靠 而不是靠自己 同样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 我们的出 我们的入 在COVID-19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依靠我们的神 以至到我们每一次出去 我们都靠我们的神 来祷告 保守我们 在蝗虫的身上 我们有没有了解到 我们的力量 就是在乎我们的合一 而不是从个人而来 弟兄姊妹 今天我都想问一下 Grace Bible Church 你们是否一个合一的教会 是否彼此相助的教会 只是互相的 很多时候遇到一些问题 互相的指责 不是 还是单单Grace Bible Church 我们要合一 我们DCCC也要合一 同样我们彼此 我们教会与教会之间 有没有彼此代讨 彼此合一 我们都是很紧要的 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彼此的 互相的 面临 互相的代讨 甚至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在 在团契 在很多教会的时候 我们都为了 我们的Grace Bible Church 的事情 好像你们可能之前 有拼目的 甚至现在 广东部的拼目 我们都有为了祈祷 或者Laguna Baptist 的时候 有些认识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彼此的代讨 非常之重要 我们的合困 然后最后 我们有没有了解到 神的恩典 我们每一日的生活 是靠神的恩典 是靠圣灵 在我们的里面 就是好像 最后一个 slider 里面讲到 所以他说 在这个 保罗说 他说 我还有没了的话 要说 要靠着主依赖 他的大能大力 做一个 刚强的人 他说 你们要穿起 所持的全副军装 来抵挡 魔鬼撒旦的攻击 他说 因为在末后的日子里面 弟兄姊妹 我们不是和 熟血气的争战 乃是从一个 熟暗世界 以及天空的熟灵掌权者 来争战 所以他说 你们要拿起全副军装 好在磨烂的日子 来抵挡 和暂立得稳 所以他说 你们要怎么样 他说 你们要 用真理 作带子束腰 要用公理 作一个护心镜 要用平安的福音 去穿上 葬一个鞋 来走路 并且用一个信心 来做盾牌 以灭尽一切 的恶者的火箭 以及要有 戴上救恩的头盔 靠着圣灵的宝剑 来到 就是神的道 并且一样很重要的 就是靠着圣灵 随时作多方的 祷告祈求 并且要什么 警醒不倦 弟兄姊妹 要警醒不倦 还要为到 终圣道祈求 对吧 正如就好像 呼唤分 马太福音 第二十五章的时候 我们要准备警醒 以及要检视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我们离开了神 并且要不断的 为其他弟兄姊妹 来祈求 而且在这里 英文是说到 Prayer in the Spirit 是在圣灵里面 讨告 然后同样的 犹大书都是这样的 他之前 讲到那些章节 之前那几节 他都是讲到 末后的日子 然后他说 这就是引人结党 熟乎血气 没有圣灵的人 所以他给了一个解决 给那些弟兄姊妹 给了 犹大给了 一个解决 是什么 他说亲爱的弟兄 既然你知道上面 有这些人 影响你们的时候 你们又要怎么样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度上 造就自己 你要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 常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怜悯 直等到永生 所以你看到 在这里学到一样 什么 我们要靠圣灵里面 来祷告 你见到 当我们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 圣灵里面 每一次都讲到 有拿起真理 就代表腰带 公义就是护空镜 福音就是平安的鞋 就是走路的鞋 跟着信心就是盾牌 跟着救恩就是头盔 圣灵就是宝剑 但他说到 靠着圣灵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的祈祷 一个 Prayer in the Spirit 其实是代表什么 我们要在里面 得到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力量就是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的祈祷 并且是被警醒不倦 为弟兄姐妹来祈祷 并且他说 你要在真度上造就自己 很多时候今天我们在 末后的日子里面 不但我们没有好好读好 我们的圣经 甚至我们变得越来越冷散 但是神的话语就是 我们要在真度上造就自己 他不只是说 亲爱的弟兄 你要在圣灵里面祷告 他乃是在真度上造就自己 并且在圣灵里面祷告 你看到这里 单单这两节 已经出现了 我们三位一体的神 圣灵 就是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所以这就是在讲针言那里 我们要常常的祷告 就是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彼此的恰一 并且我们要仰望我们的盆石 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等到我们永生 兄姐妹今天我们从这四种的小物 我们可能平时都很少读到 但是如果当我们慢慢去领会的时候 在里面教导我们很多的功课 所以我今天希望 从很多这些困难 无论我在新药很多的例子 旧药很多的例子 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 其实往往在上下文 都给了一个解药 给了一个答案给我们 我们是要留意去研读 神在这些末后的日子里面 究竟给了一些良方妙药给我们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要看看 我们有没有一个合一的心 就是好像我之前所说 我们知不知道 有没有神给我们的智慧 知道现在的黑暗 越来越接近呢 既然我们知道 既然我们知道这个黑暗 在来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靠着我们的依靠 我们的靠山就是我们的神 并且我们要一个合一的群体 并且我们要仰赖神的恩典 让我们过我们每一日的生活 仰赖圣灵成为我们 在我们基督徒里面的动力 以至到我们每一日 过着一个属灵的生活 彼此待吐彼此的关顾 弟兄姊妹 Grace Bible Church 我不是今天只是来讲一篇讲章 同样我也是记挂着你们的 真的在我们的心里面 很多时候我都有和我们一些的 祈祷会的时候 我们都有在广东部的祈祷会 我们都分享到 有些Grace Bible Church 有些什么需要 或者Naguna Baptist 有些什么需要 或者和其他一些西人的教会 他们面临到这些情况 我们都需要 都为了你们教会的年长 有些可能是Home Alone的时候 或者另外一半的配偶 离开了世界上 只有她一个的时候 那她有没有需要 我们要去打电话去帮助她 要了解她属灵的状况 或者有些初初信了 因为这八个月都没有回到教会了 可能我也都知道 你们教会可能 就是广东部 可能要迟一些 因为可能比较年长的 多一些 可能迟些才开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初信的呢 或者根基未好的时候 我们要坚固她 大姐姐妹 这些都是 让我们从这四种动物里面 学会 今天我们如何面对这个疫情 如何面对这个困局 我希望今天这篇经文 让我们成为了一个警醒 以及我们在教会里面 如何有一个合一 好像螞蟻一样 以至到我们能够面对 我们一个末后的日子 并且我们能够暂立得云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希望一篇的讯息 能够可以鼓励弟兄姊妹 那我们在我们完结的致辞 我们在一堂低头的祷告 主啊 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的早晨 来到你的殿钟 能够敬拜你 主啊 我们真是仰赖你每一日 尤其是在疫情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要去买食物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有我们的侍奉的时候 我们都要离开我们的家里面的时候 主啊 我们真是每一日我们的生活 都是仰赖主你给我们的恩典 主啊 不但仰赖你的恩典 主啊 求你让我们真是定睁 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仰望我们的主的怜民 以至到我们真是能够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 能够暂立得云 主啊 可能昔日我们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讲的时候很有信心 但是经历过一年串 数个月里面面 面对了很多的火灾 面对了很多的天灾人祸 面对了很多政局不稳定 面对了很多的疫情的时候 主啊 也都见到一波一波一波 一波二波三波 很多的疫症的时候 主啊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失去了一个信心 可能我们会有 甚至有弟兄姊妹问 为什么这个疫情 我们要这么久 为什么神力荣养 这个事情发生这么久 主啊 求你给我们 在这个疫情里面 学会更加如何 体贴主你自己 让我们成为 在一个疫情里面 让我们的熟灵生命里面 得以能够更加的长进 看见我们 体会到我们自己 在熟灵生命的软弱 主啊 求你 真是让我们在熟灵生命 再一次的撥乱反正 以至到我们能够更加与你亲近 主啊 很多时候这个疫症 让我们更加能够 看爱主你更深 让我们更加能够警醒 可能昔日我们过着一个 基督徒的生活 是借着你做的时候 主啊 今天让我们 真的能够再一次的站立起来 再一次 好像昔日我上一次讲到 好像底波拉一样的时候 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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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们不是一个 让我们真的 让我们的Grace Bible Church 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 让英文部 国语部 广东部 都成为彼此合一 彼此配搭 不只是单单的Grace Bible Church 还有我们的DCCC 还有我们的Laguna Baptist 我们这三间的华人教会 能够彼此合一 彼此的守望 并且我们也都为到 那些美国人的教会 也都祷告 让我们有一天 真的能够可以 合一起来 主啊 今天 我们很多时候 将我们的事情 交托了 可能给我们一些 政治的人物 希望他们能够可以帮到我们 但是主啊 你告诉我 你将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就是这个全福音的 和这个守望的责任 交给我们的基督徒 你要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 你让我们将一个福音 能够廣传开去 当我们真的能够成为明灯的时候 不再黑暗的时候 让我们成为一个盐的时候 不是失去了一个严美的盐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可以再一次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以至到其他人能够可以得意改变 主啊 你不是将你的责任交给我们的总统 你将你的责任交给我们的子民 是让我们的子民能够可以影响其他人 以至他们能够得救 以至能够将整个的国家能够扭转 主啊 当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我们昔日过往的历史里面 当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属灵上面的福兴 影响整个社区 而有一个社区影响整个的国家 主啊 我求你真的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生命 主啊 我求你同样保守我们的Grace Bible Church 让没有一个弟兄姊妹 要沾染到这个疫症 保守他们的深华意念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合一的心 我们以上简短不完全的讨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以求 Amen